美联储利率决议即将公布 前方颠簸 请系好安全带坐稳符号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GoMarkets热联话题解析 我是Rick 本周可以说是一个超级周了 包括在美联储 欧洲央行 英国央行 日本央行等20多家央行 将在本周公布最新的利率决定 但是呢 这些央行之间还是有一些分歧的 那有些央行的任务是控制通胀 有些央行的任务是 继续刺激经济 在讨论美联储议席会议之前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上一周最值得关注的一些经济数据 那这就是美国的通胀率了 美国的通胀率 公布值与预期值是一样的 核心通胀率为4.9% 实际通胀率为6.8% 虽然说没有超出预期 但是依然是20多年以来的最高值 以及PPI数据也是创下了 2010年以来最大同比增速 市场呢 也是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但是还有一个数据 可能有些人是忽略掉的 那就是密歇根大学 消费者信心指数 这个指数啊 目前已经来到了70.4 比预期的68要好 这个数据反映的是 美国居民 对于未来财政状况的一个预期 那目前呢 这个数据是利好美元的 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 支持了美联储 可能提前加息这么一个预期 说到加息 那就是本周乃至本年度 最值得关注的重头戏了 鲍威尔在上一次 国会听证会的发言称 会提前加快 减少量化宽通政策的步伐 使得投资者对于美联储 第一次加息的预期 已经提前 从明年的夏季 六月份提早到明年的三月份 也就是第一季度的加息 所以现在其实就是在等待 最终的一个确定的信号 目前多数基本面数据都表明了 美国提前加息的可能性在增加 从这方面来看 对于白银以及黄金来说 至少在基本面上 会产生一定的压力 无论是三月结束 还是六月结束 这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那我们回顾一下 2013年到2014年 每次缩减购债都伴随着股市的回调 但每次回调之后都再次拉升 美股在这一年之间 跌跌撞撞中上涨了13% 并开启了新一轮的牛市 所以我认为单纯的货币政策 大概率会给市场带来波动 但不能代表市场就要崩盘了 目前还需要关注的 就是Omicron变种 我们都知道 往往美国重要数据公布的时候 贵金属的价格 可能会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 从月线级别上来看 黄金的走势依旧承压 上个月冲高至1877美金附近 但是没能触及1900美金 更别说尝试突破了 触及高位之后就被压制了下来 上方做空力量较强 从去年8月份开始 黄金就开始了承压下行的走势 高点在不断的下降 再加上上个月 黄金收在了1800美元之下 所以目前长线黄金依旧承压 往下走的概率非常大 长线而言 从月线图来看 可能会跌到之前的一个底部 1680美元附近这个位置 当然中间还有一个 1700美元的整数关口 这个是我们不可以忽略的 在周线图月线图 都往下走的动能多一点的情况下 日线级别 近期在1760到1790之间 窄幅震荡 并且在美联储公布数据之前 保持在这个区间之内 震荡的可能性较大 所以像这种情况 当市场没有任何方向性的时候 如果你控制风险的能力不够强 执行止损策略不够坚定的话 我还是建议您多看少做 与其去猜市场的涨跌 不如等方向确认了之后再做 就像我们之前经常提到的 奥纽和美元指数 所以对于黄金来说 我们现在要等待的 就是美联储给出的答案 我们不光要看 此次具体要如何缩减购债 或者适合时 进行加息的政策是怎样的 更要关注市场对于政策的反应 也就是价格是如何变动的 因为很多基本面的消息 可能已经被市场所消化 所以关注市场的走势 比关注具体的政策 对我们是否入场 有更直接的影响 我认为 目前最应关注的是 1760跟1800这两个位置 如果考虑做多黄金 那最好等待黄金价格 占到1800美金之上 并且要站稳 这就要求至少在 4小时级别的蜡烛图 要收在1800之上 这是第一个指标 还有一个指标可遇不可求 那就是在1800之上 出现回踩1800的这个动作 之后继续上涨 如果说回踩之后继续下跌 那么下跌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作为一个假突破 同样的情况 如果考虑做空黄金 4小时级别 必须跌破1760这个价位 因为1760 不光是它2021年8月9日来 暴跌的那一天的高点 而且也是整个周线级别的 大支撑位 如果跌破了1760 直接会打开1760到1680 这个下方区间 虽然我个人觉得 黄金往下走的可能性偏大 但是最终我们还是要等待图表和市场 使我们明确的信号再入场 总之 目前黄金白银均处于震荡空间的底部 没有进场的朋友 最好等待美联储的重磅数据公布之后再进场 防止剧烈的市场波动 干扰到我们对市场的判断 第一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观众可以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加关注